大家好,这里是小儿和小海 今天给大家解释了场蓝霜的比赛 这也是简介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希望大家喜欢 像这一个球的话 就是对方想过度腰上 结果被往前来的人直接用反拍压住了 整体来说他们揭发球的话都比较消极 没有上来抢我们的揭发 像这个球的话 我已经看出对方是放网 所以算是直接抢网回分 对方的进攻是比我们要厉害一些的 这个球我同伴处理的落点比较尖 所以的话后场那个连接很慢 有时候在往前不一定要重发力 稍微的轻放一下也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种球大家一定要持续性的举拍 球没落地拍面就不要放下封网的时候 这个球我同伴上网的速度很快 然后的话他没有重发力 反而重发力的话会打不死对方这球 这种我在过度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抓他腰上的球 一旦有机会我肯定会下压 这场球整体的速度我是比较慢的 因为没有连力量的速度上面都下降了很多 这个球我的同伴处理球就不合理了 因为他的接球落点已经低过网的以三分之一了 他这样算去抢抢中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球打了一个很大 多的多拍 但是没有办法接会一个球 由于我的力量过大 所以勾球之外了 要是勾到接累的话就是好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接完球之后的回复是很快的 因为你没有这种回复的话 就不可能抓到下一排球 这个球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这个球是因为我脚上动不了了 应该往头顶那边多靠一点 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抓住他腰上的一个过度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后面还会有一些单打跟一场男双的视频 都会慢慢的注意在那边看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麻烦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